欢迎七体游点新闻和1KTV联合制作的 《世界事迷话不关香港事》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 郑骆坤 大家好,我是洪锦言 大家好,我是吴俊宇,大宇 大宇,今星期有什么新闻? 今星期当然是谈俄罗斯兵变 华加纳集团首领普列哥津发动了兵变后 在6月29日首度发表了一段电话录音 华加纳集团将会在6月30日交出武器 并且在7月后正式解散 是的,大宇 不过很多人都说这24小时的兵变 也不够24小时 其实有件很有趣的事件发生了 究竟是真兵变还是假兵变 究竟是演戏 亂手,即是普利哥津和普京一起合作 给全世界人看 还是怎样呢? 很多人都各有各说法 我有我看法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有一件很有趣的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义 美国五国大楼就说他们的会计上出错 给了62亿美元给了乌克兰 恰恰就是62亿 正正正是现在说 原来兵变的钱是来自这里的 很有趣的 这62亿美元拿之后 跟着跟你玩兵面,我做了事,交了货 然后一天就搞定,这样就代代平安 还可以帮普京将他的军队,即是说华格纳 他的军队收编自己的徽效 真是一石几鲁 既可以退兵,又可以做出气 还有钱收 Dr. Raymond, 我就不会像你那样 到底定性这件事是真还是假 不然留言就针对你多一点 我反而觉得是这件事带来的后果 我们先看看兵变之前和之后 对于俄乌和谈有什么分别 或者是有什么影响 兵变之前,大家的战况是胶着的 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的东南部 再加上克利米亚 而乌克兰声称要进行多次的大反攻 但最后雷声大雨点少 所以看到这个和谈也是停滞不前的 因为双方都曾经拒绝过其他国家所提出的和谈的方案 到了兵变之后又怎样呢? 兵变之后,现在俄罗斯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内忧 包括对邵伊古是否信任 或是雇佣兵集团的人员如何处理 另外,乌克兰面对着什么呢? 就是军援和兵员都不足的 对于整个和谈,我反而觉得是缔造了一个挺好的下台阶 为俄乌双方创造了一个不走下去 或者是走不了下去的理由 逼着大家坐下来做一个和谈 所以兵变发生了之后,我觉得对整个俄乌的和谈 我反而比较乐观 Kin Sir,你又怎样看? 其实今次这件事,当然流言非议是相当多 很多都是此时而非 但可以见到正规军和非正规军 在俄罗斯层面里面是一个矛盾 从战争去打到这么上下的时候 非正规军往往是不能被正规军统领的时候 是会影响那个战事 这个也会造成一个内在的矛盾 俄罗斯是国防的军队和野战军队 中间指挥的矛盾 也会影响着对整个俄乌战争 是否向前推进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实际上传出来 要将瓦格纳的野战军 收编成为指挥军 其实这个已经存在了 在今次战事中衍生出来 也要解决一个问题 当然野战军队 我当然是负责坐头的时候 我当然不行 所以这个矛盾也在这里 就会显生出来 所以这件事也是借着这个问题 在兵变 实际上也是促进了 加快收编 这个瓦格纳的军队 其实现在外面还有一个说法 也挺阴谋论的 话说现在的 瓦格纳集团中 大约有四万到五万的兵力 和国防部会签约的 大约是不足二千的人 那剩下的那些人去哪呢? 现在他们的首领去了白罗斯 所以他们估计 这一批剩下的人 没有签约的这批人 都会过去白罗斯 因为普利哥津曾经提过 劳卡申科作为白罗斯的总统 作为一个调停人 他提出了 可以令到 华格纳集团继续生存内的方案 但是他没有再细说这个方案是什么 所以很多西方媒体都在揣测 华格纳集团可能会进驻白罗斯 借这个机会 将在刚才说的野战军 搬到白罗斯里面 用来加强白罗斯应对北约的进逼 其实这个说法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逻辑性在里面 第一 这一批的军人 人数不多 所以白罗斯的军费开支都应该可以订得住 还有他们装备精良 他们不是只是人过去 他们也带上装备 因为他们本身是一个雇佣兵集团 所以那些财产其实不是属于俄罗斯的军备 是属于他们的私人拥有 另外就是训练成本低 很难在短时间里找到一批装备精良 而且训练有数 又有刚刚在战场上战斗经验的人 过去白罗斯去帮拖 而且也避免了这件事 透过兵变 然后转移华格纳集团的人过去白罗斯 我觉得是避免了西方的过渡圈异 假设没有兵变 然后华格纳集团的人 就过去白罗斯 北约是一定会弹起的 旁边的波瀾亦一定会弹起的 但如果经过兵变之后 又纯粹推舟 将这班僱傭兵集团的人搬到白罗斯 相对于合情合理 又不会引起西方媒体那么大的反应 但以你这个说法 亦是其中一个传策 就是关于瓦格纳部队 藉着这件事 转移到白罗斯驻扎 以防北欲对白罗斯未来的军事行动 所以这是一种说法 但我自己认为 至于瓦格纳的军队 是不是还有5万人那么多呢 这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移民 因为5万人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大的队伍 而在一个这么持续的战士 而且他在前线作战 其实这个的死亡是相当大的 所以这个其中一个是一个移民 因为如果他有这么大的军队 其实这件事我相信 不是24小时里面 可以即时解决得到的事情 当然在监视里面 的确就给了一个机会 让瓦格纳的军队进来一个转移 令到白罗斯 但是 现在要再看看 到底 俄罗斯本身 接下来是如何收编 这班军人 因为这个军队的组成有几个范畴 第一个就是 来自退休的 俄罗斯部队人员 第二个就是 囚禁的一些囚犯 第三个就是可能在战事里面 去收编回来的人 所以是这三个部份 我相信就是 原本是俄罗斯的军人 其实容易 跟俄罗斯签训 一个合约 囚犯 我相信 也是够容易的 因为 本身如果不是他 因为囚犯可能在俄罗斯本身 都是家庭之类的 可能就是收编 用半途收编回来的 那些 肯定不是俄罗斯本身 的人 可能是一些 烏克兰的人 甚至其他方面的人 半途收编入来 只是半途收编入来的 是较难 被俄罗斯方面收编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 未来这个部队里面 跟俄罗斯7月1号 正式收编的时候 会移到一个 问题 肯定是我的同意 不过我还想加一点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怀疑 近两天有一宗新闻 就说这个普利哥津被抄交 就说在他家 找到40亿 劳报的现金 折合就是 差不多是3亿5千万的港元 听起来 当然比我们的六合彩 好像很多钱 但是我 白白挂挂 算一下 他们说 原来这个华甲纳 一般的士兵 是2万元 一个月人工 港元 如果3.5亿 即是3.5亿 其实原来 只够17,500人 捱一个月 换句话说 14亿 就说到40亿 天文数字 但其实 原来都不够 加价2万人 原来都不够出一个月 然后 问题又回头 刚才不是说 美国的国防部 不见到62亿 原来是 62亿 折回来 这数字就不得了 62亿美金 在说是480亿港元 平均 480亿 如果我用 就是3.5亿 找到100个月 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 这次 就像俄罗斯版本的孔明借战 不过这次是孔明借钱 然后就 既捱水 然后做24小时 一场戏 给你看 捱你62亿 也就是说 跟我们之前的估计 差不多 其实普京的 也确不够 钱开饭 那么多人打仗 搞不定 不如就捱美国的钱 来帮手打仗 这段东西 看上去 这样搞法 原来 整个是一个局 可能 其实 普利哥夫 在 过去一直以来 都有发表一些 叫做不满 俄罗斯国防部 的一些言论 所以在这个发表过程之中 可能也会有人 去接触他 你既然不满 我就施带亚支持你 结果就去到显译 去到今天你所说的一个故事 那六十几亿的美金 就掉了进去 叫做普利哥津的手上 送着 还有 施带亚给普京 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这个是一个故事 听上来 也有一定的 道理 但是我自己 又不太认为 这个 可以合正合理的推演 因为跟着我们看到 其实 在俄罗斯里面 他们的确对 普利哥津 也采取了一定的行动 包括 可能对其他 参与的军人 可能也有一定的行动 这个都是 在这个 有这个过程 除非他真的打算 就是做起做前场 但这件事的确对普京的形象 带来打击 因为普京大家在 我们 想象中 他是一个 极具权威的人 但是一个这么好的朋友 也都这么好的部下 在公然地 就是做一个 叛乱的行为 实际上对于 无论在内部 或者外部 普京的权威形象 都是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又不太相信 他会用自己的权威 去换取 这10亿的军费 我反应就相信 因为我认识的 湖罗斯人 其实他们的反应 就不觉得这件事 对普京的权威有影响 因为他们的角度 就是觉得 一下子就搞定了 这么快 老老实实 我们2019年的时候 一晚搞不定 但是整支军队 操向莫斯科 还有百多公里就到了 接着就说 不玩了 其实这件事 反过来 用另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什么这么快就可以解决了 况且 老老实实 普利哥 如果你看回他的背景 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他是负伤 但是我就 不会用负伤去形容这个人 首先他是 他不是厨师来的吗 他是囚犯 犯过罪 坐过监 然后才做厨师 基本上是普京给了他一个重生的机会 最特别的就是 你见到很多资料 都见到他在国宴上出现 帮普京手 你让一个囚犯上国宴 是这种 应该叫什么 知悦知恩 如果你问普利哥遵 现在你六十二岁 现在普京有难 你一生基本上是被这个人反转过来的 我相信 他真的会拿出一条命 所以 我反而相信 他下面有些手下 是有问题的 藉着这个方法 将那些人铲除 我反而相信 这个机会高一点 还有有趣的地方 如果真的要 这个普利哥遵要勾结美国的话 赵正应该通水了 应该 起码习近都会 进逼 或者是 这么好机会 千载难逢 可以直倒航龙 你说你不去吗 真的有点奇怪 赵正就算 拜登不想灭俄罗斯 乌克兰都想趁这个机会去进逼他 但是什么都会发生 还有 美国 拜登走出来 说不关他们的事 这些人是国家内政的 哇 这句话很熟 我都经常说 好像 不过说起来说 这次说普利哥遵 就是说 抄他加油 40亿努布 这件事 就令我勾起一段 2021年的往事 就是当时的 壹传媒 黎智英走投的时候 他没有出钱 他是先拿了自己的钱 走去 然后是不够出钱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安排了兄弟 那个白罗斯 然后那边 分分钟 还有62亿 回来 所以相比之下 我有种感觉是 壹传媒都拖粮了 普利哥遵不拖粮 还有 带了兄弟去白罗斯 好像还有一些安排 所以你说 两个相比之下 一个是梟雄 一个不是 特努布 你将这件事 跟壹传媒 或者 都令我联系 2019年的黑暴事件 普利哥遵 不论你说 他是一个义气者也好 不过我始终都觉得 他对于 俄罗斯是有一定感情的 否则他不会距离 去到200公里左右 距离U-turn 他就说不想看到 俄罗斯的人民互相残杀 所以他就U-turn 就走了 回到他自己的夜战营地 所以我相信 他对于俄罗斯 是有一定的 爱国的情怀 他也说明他不是针对政权 他是针对个别人士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 对比2019年 他们都说 是一个 政变 或者是一个革命 他们说明是要制造牵制危机 即是他们是针对政权的 另外他说 否决所有的财政预算案 和施政报告 迫使到特首下台 亦都要令到外国来制裁北京 所以两个的通 一个是兵变 一个你可以说是政变 或者他们所谓的革命 性质有点累 不过大家看的 重点不同 别人并不是影响政权 只是想针对个别人 而香港这群黑暴 并不是影响 是绝对针对政权 这是他们不同之处 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 古今中外 所有发动兵变 也好 政变也好 下场都是悲哀的 虽然他们的着眼点不同 下场都是悲哀的 还有 在这件事查清楚之后 或者一直调查下去 发现的证据越来越多 就越能够证明 可能我们今天说的 不论是《华格纳约》也好 或者是 2019年当初他们所说的 声称 追求的理想套 全部 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废话 并非他们口中说的 这些大义 无私 因为 查完之后发现 原来过中 都有很多私人的利益 今次跟香港黑暴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的比较 第一 今次是没有针对 俄罗斯的政权 也没有针对 对俄罗斯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 只是针对对国防部的一些不满 但是黑暴 他针对的就是政权 也不断地 大家知道 对我们国家的侮辱 对国企 各国的侮辱 其实这些是针对国家主权的象征 所以两者是很不同的 但是今次也看到 实际上在 叛联 是蓄势了 其实 那个军权 回归 在俄罗斯 本身手上 因为这个军权的回归 实际上对俄罗斯 他本身的掌握 未来整个俄乌战士也好 掌握 未来 应对 一些 军事挑战来说 也是相当重要的 俄罗斯 对 军队 由今次几个年 变成正式 收编入政规关 去治这个发展 这个也提升了俄罗斯 对作战的指挥 这个能力 都是七一 大宇 我们就不懂 是吧 是呀 我们以前都是 由乱及治 现在 是由治及兴 所以七月后 大家一起 参与多些 慶祝回归的活动 没错 所以 下星期再和大家 世界前面说不关香港事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基TV的频道 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下集再见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